我們剛才改了那個範本 代表以後 我只要 畫個零件檔 給一個名字 我不用再去把這個取消了 因為預設範本就已經是公字的範本了 譬如說1203-1 好重新再打開一次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 下方 這邊就是已經是一個公字的範本 只要改一遍 以後都不用再改了 好這是第一個我們要注意的 再來呢我們來 建模之前 我們先來調整一下他裡面的一些環境設定 他預先會給你一些基準面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呢 會用到這些 預設的基準面 但是這些面本來都是有名字的 後來呢 經過版本的轉換呢 變成說你游標要靠過去 他才會告訴你這是什麼基準面 游標靠過去才會告訴你這是TOP面 我們會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這邊會建議同學要改一下設定 一樣在檔案裡面的 選項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叫做 模型顯示 模型顯示這邊有一個叫做 顯示 抱歉 在 圖圓顯示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 顯示基準平面標籤 這個幫我打勾 在圖圓顯示 顯示基準平面標籤 這個地方打勾 你選擇確定的時候 存起來 你會發現這邊有Front 這邊有TOP 這邊有RIGHT 這個地方 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我們到時候在畫圖 要選基準面的時候 你就比較好選 這是第一個要改的 再來呢 檔案裡面的 選項 一樣在剛才的 圖圓顯示這個地方 剛才是請你開顯示 基準平面標籤 再來這邊有一個叫做 邊顯示品質 我們給它 設定成很高 因為有的時候 你在畫一些圓形 你的邊品質沒有顯示 比較好的時候 它的邊會變成鋸齒狀 會讓你一個圓 看起來不像一個圓 像一個多邊形 這感覺看起來很奇怪 所以說呢 我們在邊顯示品質 這邊設定成很高 然後呢 抗鋸齒化 這邊可以給它選擇 4倍或8倍都可以 不需要選太高 這邊只要4倍或8倍就可以 看你 硬體的這個 能力 硬體比較好的 你可以設定的很高 沒有關係 中 像我們一般的電腦 可能是比較中階的 可能就4倍到8倍 基本上就 沒有問題 好 等一下幫我改 這兩個部分 好 試一下 好接下來呢 還會再請你改什麼 在這邊有一個叫做 模型顯示 這邊的顯示基準 幫我打勾 顯示基準的 用 用途是在於 我先取消 它的用途是在於 我今天在 旋轉我的畫面 我滾輪按著旋轉我的畫面的時候 我的基準面會不見 這時候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挑不到 你看到的 你挑不到你想要看到的那個面向 所以這邊我會建議你把它打開 好在選項當中 你看呢 我滾輪按著 那個基準面就不見了 好 那我會建議你打開 你比較容易 看得到方向 選項裡面的 模型顯示 有一個叫做 顯示基準 這個打勾 確定了以後 好記得要把它存起來 你滾輪按著 你在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你想要看到的面 好這個我會建議你在 建模的時候呢 也會 用得到的 好這是一個 再來呢 還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做 在模型顯示當中 有一個叫做 預設模型定向 內建值是斜角 斜角的 或叫做斜軸圖 好這什麼意思 來我給你看一個簡單的 我做一個簡單的範例給你看 以我們的 這一張以我們的這個 第一個 好我們的第一個 圖檔裡面 在我們的第一個圖檔裡面 如果我今天我要畫一個L型的支架 如果我沒有改變的話會有得到什麼結果 我先做一次給你看 以這個圖形來講 應該要選擇從 Front平面進來 然後呢我很快的畫一下 尺寸我先不管喔 我很快的先畫一下 好畫好了以後呢 我去對它做 長高 好 長高完之後我想要按 等角圖 你會發現是給我這樣的方向 跟我們一般常見的等角圖的方向不太一樣 好看起來會有點怪怪的 我們基本上希望能夠看到是這樣子 結果呢 它的預設值呢 是給我是這樣子 好看起來角度有點偏 好這時候你可以去改這邊 在檔案裡面的 選項 這邊的模型顯示 預設模型定向 我們可以設成等角的 當你設成等角的之後 將來我畫圖畫一畫 我如果想要看到等角圖 我去按這個地方的標準定向的時候 它給的方向 就跟我們絕大部分的工程圖的方向是一樣的 好所以說這個地方也要改一下 好選項裡面的 模型顯示 等角的 顯示基準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 著色品質 原本只有3 好顯示的有點 效果不好 可以幫我設定成 20 20基本上就夠了 在你顯示的效果上面會比較好 好這地方可以稍微調一下 好試試看 等一下呢再幫我到 炒會器這個地方 好 那檢查一下我們之前有請同學要開的是鎖定修改的尺寸嗎 好這個之前就有勾了應該都還在 再往下拉 這邊有一個叫做 炒會器啟動 使炒會平面與螢幕平行 好這個預設子是沒有勾的 好那沒有勾是什麼情況呢 假設今天如果我要在 這個面上做圖 我選擇炒會 我選擇這個面 他就 進到這個面裡面去了 但是呢我希望這個面能夠面對我 能夠這樣子面對我 讓我在畫圖的時候呢 能夠看得比較清楚 好能夠有一個 平面的環境讓我畫圖會比較方便的話 好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稍微改一下 好我們要改什麼呢 在 檔案 選項當中 炒會器 這邊往下拉 有一個叫做 使炒會平面與螢幕平行 這個要勾 確定 好以後存起來 存起來 好 我把它改成邊著色 讓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我今天選擇 這個面畫圖的時候呢 確定 他會主動面對我 讓我在畫圖的時候會比較方便一些 好所以說這個也要勾 OK 好那基本上 我們常用的這些設定 就已經完成了 好這些東西都做好之後以後畫圖 就會方便許多 好這邊請同學 先做到這裡